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大家一块来看看草药的石生苗 这两颗草药的石生苗都是从种子发来的 那么现在来说也三年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叶子 长得不是很旺盛 只是一个矮矮的组织 这个是枫树的种子 不请自来的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挖出来以后 把它进行移栽 少药长得比较慢 前两三年都比较小 大家看到这挖出来了 一颗根系比较发达 大家看到这个根系比较发达 有一个粗大的芽 有一个小芽 明年就是两根枝 这就是少药的芽 明年出两根枝 这两颗少药已经是36个月了 种种子摘下来到现在 那这个只有一个芽 但是这个芽比较粗 根系不是很发达 但是主根特别的粗 那么我呢 今天准备把这两个少药呢 盆栽 实在没有地方种了 盆栽呢 优势就是 比较容易就是说 如果有收藏价值的 就要它们不要没有收藏价值 那就可以淘汰了 那一样 把叶子剪了 把这个叶子剪掉 先把叶子剪掉 然后把根修剪一下 这两个是同一个品种 所以我 把它种在同一个盆里 这个品种的模本呢 就是 Megano grain 就是 打红色的 半虫瓣的 这个小的呢 挖出来说根基本上没伤 这个大的呢 有点硬拔出来的 那么把这个拔伤的根呢 我们把它修剪 修剪齐了 剪平了 那么就行了 我们种勺药的话呢 不管是盆栽也好 地栽也好 有两点呢 要注意 一 就是呢 种下去的时候根要把它分散开 不要团成一团 往下一种 那么两三年以后呢 这一团呢 就变成一个根割的 那容易被感染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芽 离土面呢 一寸两寸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呢 只是留一寸 不要种得太深了 好吧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